我們先找位苗條的美女 把這個 一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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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 一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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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力够猛 你不用开始用冷水煮 可以煮白煮冷 但是家里面是做不到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煎鱼 我们这个水煮火鱼 不需要煎的特别的金黄特别的厉害 这个只要稍微的煎制一下 然后喷一点这个白醋也是很有效果的 可以去吸软化我们的这个鱼的骨头 这样从而生我们后面开大火煮的时候 这个鱼的一个鸡肉组织和它的一个蛋白质 能够充分完全的释放出来 这个汤就会更浓更白 这是一个煮制的时间 至少要煮个四分钟 家里面的话我估计要煮六分钟 它这个汤就会浓白 最后大家觉得今天这道水煮活鱼做的还不错的 还是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转发 然后这个汤够不够浓够不够白 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打出浓白 同时想调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兰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